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呢,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APISON的標籤機 那之前呢,我們都跟各位介紹過我們的C3510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C6550標籤機喔 那這台呢,其實有分兩個規格 一台叫做C6550A 另外一台叫做C6550P 那A跟P的差別在哪裡呢? A呢,其實很簡單,就跟我們以往的標籤機一樣 印王會自動裁切,我們可以設定長度去做裁切 那我們C6550P是什麼呢? P很簡單,它會將我們的標籤跟我們的貼紙自動玻璃 那為什麼要自動玻璃呢? 我們如果到產線,自動化產線就需要這個功能 那接下來呢,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C6550P的一些使用方式跟功能介面喔 那我們以往呢,我們標籤機呢 像我們C3510,它標籤機解析度是300x300ppi 這台呢,因為它更高規 它可以印製到1200x1200的dpi解析度 那它印製的速度也非常快 我們來讓各位看一下我們印製的過程 好,那我們就來印給各位看 我一次印五張 好,因為這台系列是C6550P,所以它沒有自動裁切 那如果是A的系列,它就會自動裁切 再印好之後它自動裁切 那各位啊,其實可以知道我們標籤機這台呢 它最大優是什麼? 我們可以印冷凍防錘貼紙 它這種呢,是在我們衣柴啊 或者是需要進冷凍庫的標籤啊 我們都可以用這台C6550系列來做印製喔 那我們的C6550呢,這個系列呢 它都有一個LED面板 那上面呢,都是中文化,繁體中文 然後都可以去按我們的設定啊 補充墨水啊,換紙的方式 那再來,我跟各位說它的加墨水方式在哪邊 那墨水呢,其實在下方左右兩側 打開 打開,有沒有 它就是黑黃紅藍四元色 那打開之後呢,這裡會有個房呆 告訴你說 我要去關上哪邊,或者是加哪邊的墨水 那我關起來 它就會,有沒有 它就會跑回去我們的畫面 好,我們換紙呢,我們必須先按退紙 按一下之後,它會紙會收過去 那換紙,它其實在後方這邊上蓋 有兩個方式可以做打開 第一個,我們將第一個上蓋打開 打開之後呢,我們只需要捲 捲我的紙 那它換紙呢,跟我們以往的滾筒紙一樣 它是選紙式的,有沒有 我們就是抽取 它最大的寬度是到8吋的標籤紙 8吋標籤紙大概多少呢,就是21公分寬 那我們就插進去 插進去,插進去之後呢,我們放紙 捲好之後 它也很簡單,我們就放下去 放下去 卡好之後 將我們的標籤紙 直接對齊 這邊卡榫都可以更動 對齊之後,它會自動捲 放進去喔 這樣子 有沒有,它自動會捲 它自動會吃紙 吃紙之後 我們只需要將我們的上蓋蓋起來 它這樣子就裝紙完成 那再來,第二個方式是 它可以從後方 因為有些人工廠在後方 後方可以將後方的淨紙器打開 有沒有 它是前後開的喔 因為為什麼要從後方呢 有些它是 不需要放在裡面的捲筒紙 它是連續紙的 我們在後面架來一個淨紙器 它就可以用連續紙的方式來做印刷 那基本上呢 這台就是我們C6550系列的介紹 那有想要了解的 標籤機的 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喔 好,那我們剛才介紹完 C6550系列之後呢 我來跟各位介紹一台 速度非常無敵快的C7510 那這台呢 它可以1秒印30公分的長度的標籤值 如果你有批發的需求 批發量大 或者是一天要印上千米的標籤 都可以來參考這台 我們C7550 那它印證的速度呢 解析度呢 也不會很差 它解析度呢 有600X1200喔 那想要了解的 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喔 那想要了解的 趕快來跟我們做聯繫喔